朋友劉雅瑟 哈喽雅瑟 男人也欢迎可爱的死峰 这回像是姐妹军团了 终于不是一家三头了 姐妹团聚 大家好 我是刘雅瑟 大家好 我是张子峰 大家好 我是张子峰 那因为刚才上台之前 我们就一直商量说怎么串词 商量说我一上来之后全忘了 然后因为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项 叫做《御兰游》第六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年度潜力组合 想到这个潜力组合 还有看到刚才我们一开场的时候 他们的表演 很青春洋溢的妹妹们 瞬间觉得自己的青春真的已经逝去了 对 紫山跟我说 看来我们已经老了 没关系 只要在这个台上就可以永远hold住25岁 而且我跟你讲 在此时此刻还有一句话很好用 就是请看大屏幕 来 要试一下吗 请看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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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愿意 活力四射 青春无敌 SNH48 用满满青春震能量闪耀舞台 新春期强势出击 赢得粉丝无数 万里挑一的音乐精灵 阅动舞台 发展潜力无熊 越南游梯六届音乐风云榜 新人盛典 年度潜力组合 S&H48 恭喜恭喜S&H48 有请上台领奖 是 也要谢谢在开场的时候 给我们再来的精彩演出 清语非常深刻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我们的组合力量 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 爱情的生活 能够一直温暖 在一片中 所以要一切都会进去找 将你的心 全部都要从今回来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姓是 S&H48 大家好 我们是 S&H48 好 打完招呼 有什么获奖感言 要跟大家分享 非常的感谢音乐风云榜 然后也谢谢公司 和一直辛勤劳作的stuff们 最重要的是 谢谢一直以来支持 和鼓励我们的粉丝们 我们因为是第一次拿到奖 然后我就希望 今天可以成为 我们一个全新的起点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加油 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谢谢大家 谢谢给自己打气鼓励的同时 我们也有请 我们的小姓是张子珊 为S&H48 颁发推荐信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封推荐信是谁写来的呢 这封信这样写到 听说你们入围了光线传媒 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的奖项 真替你们感到高兴 这也证明了你们一年以来的辛勤努力 加油吧 祝你们的明天会更好 也期待你们明年的上海演唱会 署名是 林花和曾毅 居然是《凤凰传奇》写来的 哇 因为我们都知道《凤凰传奇》可以说是中国 数一数二的组合 对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和你们之间的渊源会那么的深 专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 充满希望的推荐信 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组合 应该他们是我们的前辈吧 所以我觉得前辈给了我们这么大的鼓励和支持 然后也同时作为一种鞭策的话 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成长 然后一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谢谢前辈们 也像他们一样那么受到大家的喜爱 传唱度那么高 好吗 再一次恭喜你们 来我们为你们送上奖杯 有请我们的礼 再一次的恭喜SH48 获得我们的潜力类的奖项 也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谢谢你们 继续努力 谢谢 今天现场有很多他们的粉丝来专门助阵 看到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是非常的欣慰 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